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由绿丰公司为你们送上的第56期每周回顾 步入8月份的第一天 好消息也为谁而来 近期 马来西亚大力丸知识产权被涉及侵权的事件 现在已有好的落幕 该涉及侵权企业 对方已通过正式文件承认马来西亚绿丰业 具有相关商品名称和外观设计专利的专有使用权 同时也承诺将协同维护马来西亚绿丰公司大力丸产品权益 在此呼吁管大用户购买马来西亚大力丸时 一定要认准赠品 由马来西亚绿丰公司生产制造 维护产品创新知识产权 同时守护大家的权益 更多有关如何辩认马来西亚大力丸 正品的视频 可以点击贴文上的连接 进一步了解 换个焦点 福建一处使用大力丸的芙蓉里 果粒大小均匀 果实更重 大力丸芙蓉里平均重量为60.2克 比起常规芙蓉里 平均重量来得更重 大约多出8克左右 以甜度对比 大力丸芙蓉里含糖量也相对来说比较高 平均为15度左右 这些是下大力丸芙蓉里玩的 看看大家测果的大小呀 这个果是4.6 这个果是4.9 这个果是5.0 这个果4.7 这个果是4.9 整个大小的很均匀的 大家看看 左色这块 挂果量这块 这是使用大力丸的 只是使用两次大力丸 其他的任何肥是没有效果的 北京一处桃子园 使用大力丸的桃子 大小个均匀 颜色亮丽 甜度也非常满意 农户对大力丸只有三个字形容 特别好 您这用的是咱们大力丸吗 用大力丸 哦 你看看啊 大力丸的果 大小个均匀 颜色亮丽 看一下啊 大力丸好不好 挺好的 您这个街坊还有小贩5的 是不是说您家这个果 口感上呢 特别甜 刚才测了测 然后咱们一般的含糖量能到达了14度往上都是吧 145度 145度 是不是特别满意 大力丸 特别好 特别好 来看看果 看 这都是神奇的大力丸的效果 台湾台中新兴梨 试用大力丸三个月后 农户表示果实退酸的情况比以往来的好 风味也更加细致 我们刚有 这边有试了 有用大力丸跟没大力丸 就是同一天要采收的梨子 那很像有用大力丸的它退酸的情形比较好 对 退酸味比较好 而且它的甜度表现也比较均匀 那以我们现在目前桌上这个梨子 我们是预计几天后要采收 这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 整个酸糖比感觉起来比较好 没有用大力丸的奢侈还好 对 它退酸 因为它退酸度比较好 而且风味也比较好 小安有大力 省时省力省工钱 今天的每周回顾就到此为止 我是黄子涵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